桂林山水 甲天下 一度有心意可参 士气慰劳 文长官寺 站上安 本来得比我早 恐怕还是小生我停赞 很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来到华南旅行的第五天 我们终于要离开美丽的杨树 前往桂林市 早上我们通过民宿老板娘的安排 我们搭上拼车去桂林 杨树西街距离我们要去的桂林北站 差不多要300多公里 我们坐了接近四个小时的车 终于到我们在桂林北站附近的民宿了 大的民宿把行李放下 休息过后晚上我们出去找吃啦 听说桂林的沙额很出名 所以我们决定去试试看 拿到位置下班后 服务员给我们一个沙漏计时 如果延迟上菜还可以免费赠送 所以这个鹅要怎么吃呢 哦 这鹅很容易吃 我先拿一个松鼠筋 擦一擦净爽 擦完的都很好 而且屁股就会跑上自己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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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漂亮 我把他摸到头 我把他摸到头 我的手摸一下 我摸到头上摸一下 哇 我吃 好准 好准 我去咬了 是不是 哦 再咬 我点这个面什么 它里面有馅吗 没有馅吗 它的肚子呢 嗯 它的肚子呢 这就是榴莲 来看看那个榴莲的味道 榴莲 榴莲酥然后有点滑 这个应该不是你饿 也不是不商品的 这是挺好的一个 金枕头 金枕头 金枕头也可以 吃这个 吃这个 好吃 但是建议大家 因为在这里面比较热气 大家 大家喝一下酒 然后最后这个鸡鱼 对于别人来吃 我跟妳讲胖了 这玩具的蛮好吃的 不错不错 就是胖 可以趁这个食物 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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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晚饭后 我们就去走走啦 吃完晚饭后 原本我们想要参观象笔山 当时是免费进入的 但是需要持有中国身份证 我上网查不到外国人可以入园的方法 就放弃了转战日月双塔 日塔为九级八角宝塔 高四十一米 是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之一 而月塔为七级八角宝塔 高三十五米 以琉璃装饰 庄重典牙 看完日月双塔 我们就走到附近的夜市 正阳街步行 逛街啦 非常好 谢谢 每个小银 来啊 搞懂吗 来啊 靠啊 快看 我把书子手练 木头梭 牛角梭 来进店了 这也是花椒 我想要吃这个什么叶饮料 叶饭吧 好像是 是像安不贵 是这样的 还有是什么 央寺 我怕买了 会睡觉了 因为夜市了 好棒哦 这里贵出给新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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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饺吃 在这里要吃 煎饺吃 前面应该还有吧 这条路 一走走走 就是到东西巷 所以我们一看到过程要看一下 我买回来的还是 前面应该是吧 不想看 觉得没有人 没有 你就没买回来 我买一个章 我买一个章 这是那个牛 牛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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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度 八度还好 为什么我买的都三十六度 还要八十六度 里面有包吐的 你想要包吐的在里面 没有 没有 这里是八度的 里面有 都是这么大饼 一心装的 是 走 牛嘎 没有 没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